我们今天讲讲的网友 评伯茨恒词的安拉之尊名 感赞教养众世界的安拉 哟哒达次强于我们的孙子 穆罕穆德 今天我们要学习关于网友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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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种导词 治病的导词 分为两类 有关于教法所规定的 还有教法不允许的举办的 关于教法所允许的导词 要符合三条 其他的教法不允许的导词 那是属于举办的范畴 教法所允许的导词 当符合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这种导词来自于经典 来自于圣训 祈祷时用按拉的尊名与品性 以评价安拉的经文来祈祷 比如读古兰经的开端章 以使者教授的寸词的导词 比如我们到达一地念的导词 这样的导词 以安拉的尊名与品性来提导 比如我们念 这都是属于安拉的尊名与品性的范畴 或者说我们说 这个怜悯的主 你怜悯我们吧 这样的导词 都是凭安拉的尊名与品性 这样的导词 这就是 也就是 提求安拉保护的 这种 或者治愈疾病的 这种导词的第一个条件 نعم الثاني الشرط الثاني أن تكون الرقية بكلام معلوم خرج بهذا أن تكون الرقية بكلام مجهول نجهل لا نعرف يعني مثاله الآن عندنا زيت في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يعني كلام الصينيين عندنا كلام مجهول أو معلوم مجهول وكلام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عند الصينيين كلام مجهول فلاجم يتكلم بكلام مفهوم نعم تكون الرقية بكلام معلوم مفهوم مسموع نعم 第二个条件 也就是 我们做导词的时候 所用的语言 必须是 众所周知的语言 不能用一些 听不懂的 一些 好像是咒语一样 那是不允许的 كلام معلوم خرج بهذا الكلام المجهول الذي لا نعرف ما هو هذا الكلام قد ينادي قد تكون هذه أسمع للشياطين مثلا 就是 我们用 众所周知 之的言辞 言辞 这个词 众所周知 意思也是众所周知 而不允许 用一些 就好像是 咒语的一样 像恶魔的语言 一样的那些 言辞 是不允许的 مفهوم خرج بهذا الكلام الغير مفهوم كان يقول مثلا هذا لا نفهم ماذا يقول نعم 有些 念一些 咒语 我说 那样的咒语 我根本就 大家不知道 什么意思 那样的 导词 那是叫法 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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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 要听 如果要导詞的時候,必須要發出聲音,讓大家都聽清楚,能聽明白,知道它的意思 這樣的导詞應當是以阿拉伯語做祈禱,不應當用其他的語言,用中文、英文等等其他語言都不可以 如果是普通的祈禱,那用中文,用其他文字,這個祈禱是可以的 但是阿拉的尊名,比如阿拉伯語,阿拉伯語,阿拉伯語,不允許用其他語言的語言來翻譯來代替 阿拉的尊名,要以阿拉伯語的阿拉伯語來表達 再強調一下,就是我們做平常的祈禱的時候,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做祈禱 但是阿拉的尊名與品性,不允許用其他的語言翻譯代替 所以,如果有其他語言,你會有其他語言,不允許用其他語言,不允許用其他語言 如果有其他語言,你會有其他語言,不允許用其他語言,不允許用其他語言 再強調一下,就是我們在做平常的,再強調一下,我們做祈禱的時候,要用阿拉伯語 要用阿拉伯語,在我們平常普通的讀阿的時候,祈禱的時候,可以用其他的語言 但是阿拉的尊名與品性,不能用非阿拉伯語來表達 第三項 關於阿拉伯語的第三個條件 就是我們要知道,這種導詞,這種方式,只是一個阿拉所允許的因素,而不是這種導詞本身可以起到效果 那麼,我們要知道,如果要到此,分為兩類教法規定允許的,以及教法所不允許的舉辦的 教法規定允許的,如果要到此,要符合三個條件 如果沒有符合這三個條件,那麼這種,如果要,那就是舉辦的行為 對 還有一些人,他們自身有困難或是生疾病的時候,他們要求別人給自己做烏克亞 譬如說,他們到一個學者那裡,或者到一個教長,一個教長那裡,要求他們給自己做烏克亞 沒有,他們沒有選擇,因為如果要選擇,他們要選擇,他們要選擇從70,000人進入了瓶洋,或是生疾病,或是生疾病 這種要求做烏克亞,它是惡受厭惡的行為,我們最好不要做這種行為 如果有這種行為,就不是最先進入樂園的那一批人了 對,但是,如果要選擇,他們要選擇,他們要選擇在狀態上,就要做烏克亞 如果要做烏克亞的人,必須要按照使者的信仰,去做烏克亞 而不是為了其他的目的,為了其他的錢財等等 有些人說,我不會做烏克亞 我也不能背古蘭經 但是你能不能背這個開端章呢 每一個人,每一個穆斯林都必須要背古蘭經的開端章呢 烏克亞的開端章,本身就是烏克亞 你可以這個,念法底下,祈求安拉,為自己解決,治癒疾病,解決困難 也可以這個,念法底下,去幫,去這個,以此為塞外部,治療,孩子的,解決孩子的需求,親屬的需求 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區別阿拉的教法,所允許的烏克亞和不允許的烏克亞 阿拉的教法,勘去祈求您 阿拉的教法,祈求安於我們的先知,沐嬛摩德 阿拉的教法,祈求安於我們先知,沐嬛摩德 阿拉的教法 阿拉的教法,稱呼不著